音符及子及生人之名阿们 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平安喜乐 我是圣家会五子亲修女 常年集第十一周星期四 圣马斗福音第六章七到十五节 今天福音的主题答复使命 就是天主经 还有三个愿望 四个请求 首先从耶稣教导的祈祷内容 清楚显示出耶稣的使命内涵 堪称为三中圣训的核心 是重要的教训 成为基督徒每次祈祷的中心思想 尤其是前半部 耶稣亲口教的 祈求天国的来临 更是清楚显示 耶稣成行天父的旨意 教导我们如同他一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寿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这也是我们的使命 引导人朝向新的生命 从他亲自传达的天主经的内容 其实就是耶稣自己 就是他的生活方式 他通传自己 而我们的祈祷是延续他的祈祷 我们的生活是延续他的生活 耶稣教导我们要称他的父 就是我们的父 显然的天父的爱包围着我们 要我们放心 且要相信接受这位父亲 也是创造宇宙的父 全人类是在天父的爱内 完成一切的 当我们的祈祷生活 专注于天主的父的时候 就会虚心仰望他 愿意悔改 更新 澄清他的旨意 并于生活中归光荣于他 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甚至于要求牺牲小我 以完成天父的意志 为生活在平安顺遂环境里的我们 很难真的如同耶稣一样 受苦难 以至于死在十加上 不过 爱能够塑造我们 谁若爱 就开始了自身的拯救 他教导的征服八端 以及新的诫命 新生命观 勉励奉行 就是诚行天父的旨意 其次 天主经提到天主智慧 照顾我们的日用梁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食粮 当我们这样祈祷的时候 很容易的 目光就放在物质的层面 事实上 基督徒所渴望的 不仅是此世的食粮 更是永恒的神粮 天上的神粮 我们每天参与以撒圣祭 和读圣经的时候 领受的正视着 永恒的精神食粮 人生活不只靠柄 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 耶稣还说道 有比忧虑物质生活更重要的灵修 就是天主经的后半部 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天主的宽舍 是绝对无条件的 为的是解救我们脱离罪的氛围 是天主救赎的大恩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反映出基督与天父的关系 不过天主希望我们也要做到 互相宽恕灵人的罪过 互相和解 我们不可能只是期望自己的罪得赦免 而不去宽恕别人 但是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力感 面对做人的限度 有的时候深感进退两难的抉择 就需要靠自己的热忱 以祈祷来帮助自己克服 我们总不能怀着怨恨 和不原谅人的心祈祷 像德训篇二十八章二到四节 您要宽恕你近人的过错 这样当你祈求的时候 你的罪恶也会得到赦免 能宽恕别人的人 就表示已经了解自己需要天主的宽恕 人若对人怀怒 怎么能够向天主求饶呢 对自己同类的人没有慈爱 怎么能够向自己的罪过求赦呢 除非自己先与自己和好 先做到宽恕自己 原谅自己的缺失 才有可能推挤吉人 吉利利人 吉达达人 才能做到宽恕他人 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祈求天父的时候说的 宽恕他们吧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 在天父前 所有的人都是袒露敞开的 我们都是在他内行动坐卧 也想到圣宝路说的 有天主的恩宠足够应付一切 天主经最后就是呈现出一个充满 和平正义与仁爱的世界 即使就是天主的国实现在人间 让我们一起默念天主经 为世界和平 为教宗的印象 为天国领域人间 阿们 感谢您的聆听 天主保佑 全联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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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